身上挂着金牌 手上捧着MVP 陈杰现在唱片自主张望 我老婆呢 我老婆没有看到 深情画面调出不少粉丝 激动留言我带着 但四爷超深情 就是要立刻找到她的老婆 我老婆 超搞笑画面 让球迷大赛太可爱啦 球场下就位最强队长 也是欢乐气氛扛把子 真的是关键 Keyman キeyman キeyman 会 会 会 带领球员们拍手超热气氛 一一点名大跳胜利之舞 情绪价值给好给满 不过赛后受访时 陈杰先也探言 真的没想到能拿冠军 好像在做梦 但经过了这次冠军 我相信我们能够 跟世界好手去对抗 我们让世界看见台湾 写下历史记录之后 大吃一顿庆功宴 对有郭俊玲开直播 结果镜头一转过去 大家都不用 儿子躺在陈杰先怀里呼呼大睡 世界冠军下班后 一样要顾小孩 让网友大赞 不愧是买场找老婆的超好男人 陈杰先也在社群PO出 和前啦啦队老婆奇奇的合照 把世界冠军大会MVP 送给老婆当三十岁大礼 看似人生胜利足的陈杰先 其实在过去受访时曾经自爆 这几年当队长好像命不好 抽队都没拿冠军 但总教练一句话 要他把快乐渲染给周边的人 让四野点头接下重责大任 带领台湾闪耀国际 又帅又会打球 还很专情会顾小孩 果然陈杰先没有极限 记得顺行曹文宁 赞华报道